hello,这个视频是为老方做一个怎么来在google的spreadsheets里面来 sort,重新排置,OK,这个视频希望能够对你有点帮助,OK老方 首先打开你先sign in的google,如果你有google的话,我现在基本都没用excel,都是用的google,google里面有很多的都是free的软件,你先创造一个,如果你没有google,你有gmail的话呢,那里有一个automatically就有一个google account,你就到那里去,以后你就打开那个google drive,OK 在google drive,然后他就有很多的工人,我来show你这个工人,现在我在这个google account里面有李老师叫中文的account,然后你有一个我在demonstrate你是怎么搞呢,现在是你在这个里面make a lot of folder,然后有一个比如说我那个跟小孩们有那个生字,中文第一个的生字,那么第一个生字呢,他你就是,这是个spreadsheet, 那么google也可以有这个word,也可以有那个powerpoint,我们今天讲那个spreadsheet,spreadsheet,比如说这个现在有这么多课,有很多生字,那么这些生字都出现在课文里面,然后你的产品就,我听,所以你说你想把 把不同的产品,比如说这里的产品的名称,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group里面,我不知道你具体要干什么事情,但是呢, 我来show you how to do the sorting things here,OK,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前面五个字放在一起,你就打一二三四五,然后你可以copy, and paste,and paste,and paste,你先把这个编码了以后呢,目的是什么呢,你就是要把这个,把所有一的字都放在这个一个格里面,然后你就可以印出来了,比如现在我再来copy一个,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四个set了, right,四个set,然后你现在sorting,你说我要把一都放在一起,那你就把这两个column选择出来,然后你走到这个地方,走到这个,走到这个data,那个sort range,然后你走下来,然后你可以到advanced range sorting,这个地方,然后你就说我要sorting based on the1,column a跟b,按照1的那个顺序来sorting,或者从a到z,就是从1到5,或者从z到a,就是5到1,and it doesn't matter,就取决于你的,那么你这样子,based on这个sorting,因为你只选了两个column,所以它只sorting这个,而这其他的旁边呢,它都不会动,OK,你说start a to 1,那就是1,所有的1都放在一起了,那2都放在一起了,3都放在一起了,OK, 这个就是一个基础的那个sorting的方法,你可以1到10,或者1到20,你就是凡是这个1在这里面,你都可以把它sorting在一个group里面,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你的产品放在这个袋子里面,或者把这个产品放在这个袋子里面,希望这是你所需要的,OK,你要是还有其他的需要的话呢,我在,我们再聊,你看,我在做个视频,因为做视频你可以反复的回放, 看一下,OK,OK,Good luck!